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电视上热播剧新版一天 这部剧从开播起就争议不断 无论是选角还是剧情都引发了网友们的吐槽 豆瓣评分更是跌到了5.4 要知道当时苏武鹏版的一天豆瓣评分可是8.4呢 这差距简直一目了然 在这部剧中被人吐槽最多的 就是赵敏的出场 仿佛女主赵敏一直活在预告当中 在金庸的一天里 赵敏和周芷若没有谁女一女二之分 经过各种翻拍之后 有的是围绕着赵敏 有的则是围绕着周芷若 就二人戏份上来看 最新版的这部剧描写周芷若 以及他所在的峨眉派最多 最前面几集连赵敏一秒钟的画面都没有 在新版中赵敏出现是冒充明教教主去武当找麻烦 明教的人得知此事后纷纷赶到了现场 当众拆穿赵敏 周芷更是当众对赵敏说 我看你年纪不大 我们教主年纪也不大 不如你嫁到我们教主 做小妾好不好 此时的赵敏不仅没有生气 还表现得羞达达 小说中赵敏的个性是骄傲霸气型 新版本中的赵敏显然是人设出现了问题 他怎么可能容忍有人当众侮辱他 看到小赵头上的珠花都要砍张无忌的赵敏 怎么能被周甸调戏后没有任何反应 赵敏对小妾两字表现平静也就罢了 他首先竟然也是出奇的平静 周甸这话不只是对赵敏的不尊重 更是对整个如羊王府的不尊重 如此看来是编剧对赵敏的理解有误 如此看来 这版的赵敏与假经文的赵敏差了几条街 也就不奇怪了 很多网友看到这里纷纷吐槽 还我敢爱敢恨的赵敏编剧毁了我们的童年女神